男人不喝酒 白在身上找 东北大爷有多逗 平时就好喝点酒 大妈还让他给借了 给大爷委屈坏了头 今天来乡亲的李大爷 李大爷刚一露面 小气子就拿捏住了 还特意穿了个雕 谁还穿个雕 太雕人了是吧 颤着了大爷的雕 红娘就问是不是知道乡亲特意穿的 还是应该知道乡亲特意搭了呢 臭臭 大爷这幽默感都快溢出来了 红娘来到李大爷家以后 非常自然的就逛到了厨房 可能是饿的 接着李大爷又说 自己每天都是自己做饭 你要闹这个 红娘就有话说了 就问大爷一天整几个餐啊 一天一个餐多少餐 一天一个餐 整十个八个在哪里 在酒店里面 接着李大爷还炫耀起了厨祭 那是煎炒烹炸啥啥啥都会 然后李大爷又炫耀起了自己泡的酒 红娘眼看着李大爷也没做饭 就倒了大爷一杯酒尝尝 白马 这不又是白酒吗 这一小杯酒 一会儿就让他给干了 这一小杯酒 一会儿就让他给干了 给大爷都整蒙了 他已经喝了 这家伙 这家伙 嘴上说着不能喝 手上就没放下过 李大爷年轻的时候就好喝点酒 老了以后就开始注重养生了 喝的是药酒 吃的是火药 水都是泡好的养生茶 接着就捞到了李大爷的工作 原来这脚踩啥啥啥 到哪里有血 这小池还一套一套的 那就是装卸司机呗 接着红娘又问大爷找老伴都啥要求啊 身体调整好的 大爷这要求倒是不高 这事闹完了 红娘也是又倒了杯酒 和大爷碰了一个 还真来找呢 红娘也根据李大爷的要求 找上了郭大妈 要说郭大妈那真是标准的新时代女性 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好跳个肚皮舞 其他时间也大多数在健身房里泡着 好家伙 这笔上班都积极 捞完了这些 郭大妈也说了自己找老伴的要求 那就是干净利索 有演员就行 红娘觉得俩人还是挺合适的 就回去拉李大爷了 李大爷也是把自己的雕穿上来 就等着见面给郭大妈拿下来 这一看就是常客呀 买完了花儿 店员就行 这一看就是常客呀 买完了花儿 店员就告诉大爷怎么拿 大爷一想 你这叫我做事儿 不愧是你李大爷 买完了花儿 李大爷和红娘就到了见证房 红娘先给俩人进行了个简单的介绍 我大妈看着花儿 那是又激动又感动 太感谢了 太感动激动 感动感动和激动都有了 虽然大妈这又是激动又是感动的 但是大爷好像觉得一般 不那么快 不太快 本来红娘还想让俩人在健身房玩会儿 看能不能来点爱情的小火花 但李大爷对这一次一点都不感兴趣 就出了健身房 带郭大妈来到了饭店 想请她搓一顿 菜也点了不少 大体点吃的 分别的话太好 要付出有余意 这菜缸一上 李大爷就忍不了了 觉得菜做的太差事了 这样的总人们还怪我 你真不知道现在 李大爷这一顿吐槽 也让郭大妈绝对不太合适 不能说西哥有数的公式 接着郭大妈还点破了李大爷 离婚两次的原因 你这俩媳妇好像都是有你这点脾气 李大爷却不这么觉得 还说年龄大了以后脾气好多了 接着还说年轻做买卖的时候 顾客跟他说话不客气 他就直接给人赶出去了 你从这一顿吐槽上来 他就直接买了 李大爷确实猛 这顾客想买 他就直接把东西掰断扔了 你想买我就不买了 还得是你呀李大爷 但李大爷这做法 郭大妈那是一点都不赞同 觉得俩人确实不太合适 李大爷同样也没看上郭大妈 这俩人谁都没看上谁 就简单的留了个联系方式 做普通朋友了 毕竟李大爷这么大气 能做个朋友还是挺好的 那李大爷没想上 红娘也不磨叽 马上又找上了另一位两大妈 男人不喝酒 白在身上找 老年相亲能有多可爱 大爷就好喝点小酒 大妈还想让他借了 大爷委屈的不行了都 李大爷之前就相亲过一次 但人大妈嫌弃他性子倦 就给拒绝了 红娘也是又给他找上了两大妈 红娘这一进门 就闻到了一股包子味 顺着味就找到了厨房 一边的两大妈还想教教他怎么包 学不会 钱了 想钱了 红娘就没想学 有的吃就行 红娘吃差不多以后就开始干正事了 就问两大妈找老伴都有啥要求 大妈的要求也很简单 就是有演员 有责任心就行 接着红娘就领着两大妈找上了李大爷 这刚一见面 俩人那是都觉得不错 她这人丑挺好的 俩人也行 那演员都还不赖 就该坐下落落了 坐下以后 两大妈上来就问李大爷的前几段婚姻都是啥情话 李大爷那支支吾吾的也说不清楚 就说是出了点状况 两大妈性子也是急 直接就开问了 你都不说了 你都不说了 李大爷接着说不想聊以前的事 两大妈也没在嘴问 两大妈闹的这一下子 让红娘都觉得李大爷可能不太高兴了 哪知道李大爷就喜欢这样的 喝着就是喜欢挨腿呗 这坐下这么半天 李大爷也没给倒杯水 两大妈闹着闹着就口渴了 就问大爷要水 李大爷本来想烧点水 红娘赶紧指着桌子上的养生茶 让到那个 也是给李大爷紧张的不行 倒了一桌子水 两大妈还帮着擦水 李大爷一看这两大妈还挺爱喝这养生茶 赶紧又拉着他去看自己泡的酒 这不看害好 一看这老些酒 两大妈就不想闹了 红娘就问李大爷酒这边能不能借了 但人李大爷也保证了 他喝酒就没闹过事 另外李大爷那是不打麻将 不打扑克 唯一的爱好就是喝点小酒 两大妈了解以后 也是同意了这个事李大爷脸上也终于露出了笑脸 到这儿 俩人就算相亲成功了 还是祝愿李大爷和梁大妈 可以幸福快乐地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吧 希望我能给你带来幸福 你就带来幸福 谢谢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老年相亲 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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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